绿皱度母由于全身绿光透明 修持者为了这个光明体啊 不可以抽烟 然后也不可以吃五星的食物 因为烟是谜之障碍 尤其是五星更是欲念之母 必须要那个禁戒 是不只修持此法要禁戒吗 那其他修法最好其实也是要戒烟跟五星吗 哦这个烟哦 烟本身来讲最好不要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烟 你看看每天我们那卧香炉 你如果是用放卧香的 点了香以后 有一天你把这个卧香炉上面的盖拿起来看 黑的油的整个都障碍 你每天抽烟 就等于把你的气 把你的那个都污染了 把你的身体都污染 甚至把你的绘布怎么样子 你看那个卧香炉 你看那卧香炉你就知道了 卧香炉的盖你翻起来看看 黑麻麻一瓶 黑的 污的油的 你希望你的身体这样吗 烟绝对不能抽的 你为了自己身体的健康 不管其他是不是学佛 烟都不能抽 而且密教他修气 你这个烟一定会障碍你的气 把你的气污染 所以烟绝对不要 那个五性是因为这样子 修行人清心寡意 既然清心寡意 这个有助于那一种 好像是说 这个营练的 产生营练的那一种食物 你就不要吃 那个就是五性 五性的食物也最好少吃 因为行者就是要清心寡意 既然清心寡意 你就不要吃那些 让你能够产生异佛的那些东西 所以就是还是 这些东西就尽量避免 什么烟酒 盐葱 蒜 除非你自己认为说 你已经修得很高了 其实想自己修得很高的 都是低的 这已经产生了傲慢 对不对 一个傲出来了 不对